大家好,我是Stan 在年末颁奖典礼又发生了演员IDOL差别待遇的争议 12月13号,在日本名鼓举办了2022A颁奖典礼 当天主持是由SHUPA JUNIOR一次AIBU抢颁奖担当 而大奖分别是由NUJINS,AIBU,STRAY KIDS,SEVENTEEN,IJUNO,IJUNO拿下了 而问题是发生在所有艺人们在拍团体照的时候 因为人数实在太多,所以就使用了超广角镜头拍摄 但是在这张照片曝光后,就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除了主持人ITO抢光景之外,为什么只安排演员坐在中央 而把IDOL们安排在两侧,甚至演员们都是坐在椅子上 而站在后方以及最左右两侧的IDOL们,不是站着就是坐在地板上 真搞不懂为什么颁奖店里每次都是要让IDOL们站两侧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坐下的孩子们也都是蹲着,站着的孩子们根本就看不到 真的拍的太烂了 这是什么,在颁奖店里椅子不够的话就让演员先坐 然后让歌手们坐在地板,也太奇怪了 为什么会理所当然的让歌手们坐地板呢 就算是IDOL,如果以演员身份参加的话就给椅子 IDOL身份去的话就没有,太奇怪了 但是最前排都是椅子,而且看影片的话一开始有互相让位 因为人数实在太多,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 请停止骂出演者们 对,虽然这里的观众们智商情商都很高 但是就是为了那一小部分,可能会搞错情况骂演员的人 所以想要说一下 今天这个照片,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都是举办方的问题 演员也好,IDOL也好,只是按照了举办方的安排而已 所以绝对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去攻击无辜的人 OK 对于AA颁奖店里的团体照,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又被骗的乔努 这是在亲民会上乔努与粉丝的对话 我 Sis都有一种房子 都是学生的 我好像没有 иться到 对,我会发生了 什么事 我会发生的 我跟他们想保持 我好想要 我希望本来日子 你忍不住 你有什么事 啊我在微笑了 啊喜疯了可可 这种玩笑太有趣了 怎么能想到的呢 太温柔了 微笑的脸太温柔了可可 你长得也帅 笑得也很漂亮 不是粉丝的我 也是心满意足的看了 最后一个消息是 今天在首尔的一个汽车旅馆 高中生A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根据媒体报道 A某是一天文事件的生还者 事发后在医院接受了治疗 但是跟A某一起去一天文的朋友 却遇难了 这个报导真的是让我很心痛 他侥幸的躲过了踩踏世界 却躲不过自己内心的伤痛 希望他能在天堂跟朋友团聚 也希望我们大家更珍惜自己的生命